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关小彤老被人吐槽,不是邋遢就是放飞自我,逼他请机场造行尸,近日,关小彤可是圈内的热播作,接连好几天都上了头条, 尤其是给王祖兰送生日祝福的那段视频,没想到却被他和陆寒给抢占了热搜,说来都觉得挺有意思,不少人还借此打趣,说他俩同框能不能拯救娱乐圈的爱情,以此来蹭一波理想陆和假奶量的覆面热度,陆寒和关小彤能不能拯救娱乐圈的爱情? 这个还真不太说,至少我认为他俩感情算是比较牢固的,可能我也只是根据他俩的穿着打扮和配戴视频进行分析判断的,比如说前阵子的情侣装,下半场的脸人钻戒,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线索。 自打关小彤成了陆寒女友之后,他就愈发受到狗仔们的喜欢,尤其是蹲守在机场的那帮子狗仔,看到关小彤好比看到,跟自己是三多年的亲人一般,那种狂热剑,一股脑后全都发现到了长枪大炮之上,疯狂的卡擦卡擦拍个不停。 比如说上个礼拜哟,关小彤在机场被拍到身穿绿色羽绒服,内搭一宽松长衣,穿着棉裤和免鞋,手挂着皮包,穿上去挺休闲自然的,起量被人吐槽说是,精春大妈出门买菜剂,只因关小彤穿着太随意,早听过于松松垮垮,甚至还被质疑是不是还上了陆寒的孩子。 这事还没消停多久,精关小彤在机场又被人给逮着了,拍了一组肯面包带嘴线,猛喝饮料促销化的照片,标题很简单,配文很讽刺,说关小彤这次在机场是出于放肥自我的状态,完全跟迎评中我们所看到的女生形象截然相反,然后看着她肯扫一地的面包碎,最后标题就成了关小彤机场现身。 偶像包袱碎了一地,我能说她真是得罪某些人不成,还是说,她有必要给自己请个机场造型师。 当然,还是有不少比较理智的人认为,演员就是演员,也是普通人,公众人物穿得随意一点不行啊,非要一身名牌才行。 这样接地气,我觉得上面这话没毛病,可是我觉得,还是有必要请个造型师,毕竟身为陆寒的女友,太被妖魔化了,就真的救不了娱乐圈的爱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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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赏 打赏 我叫的家 stock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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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